这位大哥叫我用挖斗把它送到房顶上去 他居然说他要站在房顶上指挥我挖机 拆这个房顶上面的预制板 我的天啊,我还第一次见到这种操作 人站在房顶上面,能拆房子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说大哥,你是把我当做250吗? 你人站在房顶上面,你觉得我会去拆吗?会听你的吗? 今天,我把挖机拖到乡下来了 朋友叫我过来给他点一天班 说是干一点炸火 原来这个村里在搞新农村建设 你看这到处都贴了这个红色的盗板砖 停车位做的是杠杆的 原来这里还有一户人家门前有一块小产地没有清理出来 今天小挖机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户人家门前的产地给清理出来 然后回头也建设成为停车厂 首先,村干部跟我交代 教我把这三根电线杆子给敲碎 里面还有一些干筋 可以让东家拿去卖钱 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三根电线杆子可以敲出多少干筋 大概可以卖多少钱 接下来就是把这一大堆木料给挖开 把这些木料全部挪个位置 这些木料在农村里可是个好东西啊 可以当柴火烧 这么多,估计可以烧个大半年了 我的挖机在这边扒木料 有一位大伯就一直在挖机旁边指挥挖机干活 我看伯伯,应该是不相信我的鸡血啊 这时,村干部来把这位大伯给拉走了 确实站在挖机旁边很危险 你搬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看挖机干活不好吗 你不用讲,我也知道怎么干的 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吗 不就是把这些木料给移个位置吗 移到不碍事的位置就行了吗 把这些木料全部移到了这隔壁邻居家的门前 这时领导过来跟我交代 叫我把这些没有扎干净的干筋 给勾到农用车里 叫农用车去找个不碍事的位置给倒下来 然后东家拿着小锤子去慢慢的砸 接下来就是把这块产地上面的垃圾啊 什么杂草啊 多余的土啊 全部装车给弄走 我说大伯啊 有挖机你不喊你不用 你自己拿个锤子慢慢敲 这里敲到什么时候 挖机来帮你搞一下吧 你看干干净净的 多快多简单 这里还有一颗很大的银杏树兜子 也给它挖起来 这个树兜子做根雕不错 不过在这里也没有人会做根雕 给它挖起来当垃圾 等一下给装车运走 这么大的树兜子 我的小挖机一下是扣不起来的 把它周围全部掏空 这样就给它扣起来了 这倒土的位置很近啊 不疑惑的功夫 农业车又回来了 再给它装上一车 这里还有很多碎石头 这些碎石头就不装车弄走了 就地搞平啊 填产利用 勾几块大石头 放在这条水沟旁边 这条水沟 回头还要给它做一道石坝 这旁边的房子说拆一半留一半 那个用空心捐弃成的大房子不拆 这个居然厕所矮房子给拆掉 但是东家要求 这个厕所房顶上面的预置板不能搞坏了 它还要留着有用 可以看到这预置板的一头 是嵌在这个大房子的墙体里面的 这让我怎么拆 这我怎么能保证它不断呢 这个活你就算是叫半哥 手把手或者是陈师傅 他们来干 他们也不能保证这预置板不断啊 这位东家说 最好不要把预置板搞断了 还要注意不能把里面的大房子的墙 给搞倒了 这可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这时东家又叫我用挖堵 把它送到房顶上去 我也不知道他要到房顶上去干什么 原来他的想法是 到房顶上去 帮忙看着一点 指挥挖机杠 不要把预置板给搞坏了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你叫我这样去拆房子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这时村干部也说威胁 旁边的大伯也说不行 这位大哥只好又从房顶上面下来了 我跟大哥说 我不敢保证这些预置板不会断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 我的想法是 先把这面墙给他轻轻的推倒 再用堵背 把这些预置板轻轻的往上挑 可是这个办法也不行 因为晚上挑的时候 那面大房子的墙也会跟着一起动 于是东家叫我挖机休息一会儿 他派人把大房子里面的东西给搬出来 房子万一大房子倒了 把里面的东西给砸坏了 现在大房子里面的东西全部已经搬空了 第一块板子掉下来断了 这后面两块预置板还好没断 我用挖机轻轻的给它勾过来 蹦蹦 蹦蹦 心动睁开眼睛 就记得当下的长脸 OK OK 又是灵魂一闪而过 牛的蝶蝶蜜薄 我的念头不太啰嗦 现实也能如同 请你不要导致生活 想着需要狗狗 不小心就没能够 哦哦哦 用力要的狗狗 挖掉所有狗狗 千百度到绝望 总共六块预置板 在我小心翼翼的操作下 还好只睡了两块 不过这时东家又跑过来跟我讲 这些预置板他都不要了 全部给装车弄走 这是啥情况 刚才还说要 现在说不要了 哎 听你的吧 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你说不要了 那我就全部给他装车弄走吧 这个大房子呢 一开始说不拆 现在呢 又要挖接过来说 把这个房顶给他掀掉 把这房顶上的木料给他搞下来 房顶上面的石棉瓦也没用了 全部给他扫掉 帮ricia 那前外院舞蹈吧 我问他这个墙要不要给他推倒 他说墙不推 只需把房顶上的木料给他搞下来就行 墙他回头用人工去拆 因为这些空心捐他还要有用的 拆下来的木头 有人工给拖走 接着把挖机开进去 把房顶上剩下的木头全部给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